真命国小第一届毕业生 这位91岁的阿座学姐 带着一车亲友团回到母校寻根 受到热烈欢迎 大学姐回忆当年在学校的点滴 设备简陋 但老师很热情 每天都充满了音乐声 学弟妹们轮番介绍自己 最小的八岁 低年级小朋友一算 坐在眼前的大学姐 大自己83岁 自治市长与干部 制作了一张精美的卡片 代表全校同学 赠送给第一届的学姐 欢迎她回母校 我们想要画出台湾 还有基隆的特色 我们还有画正命国小的特色 比如说我们学校最大的特色 就是我们的活动中心 校长热烈欢迎 新米美代子回学校 让师生们有机会 寻找文献资料 了解学校的历史与蜕变 新米美代子女士 她其实是透过 渝村文化馆的许先生 她跟我们讲说 她很想寻梦 那寻梦这件事 对我们学校 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因为我们很少去关注 说我们学校到底是怎么来的 然后她的历程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那边算一算 她竟然是我们第一届的老校友 太感动了 然后所以我们就马上 发起了一个老照片活动 那我们也获得我们家长的 等于说回应 但是很可惜 就是因为她真的太年长了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她的活动 那今天我们也听到阿嬷说 她从她自己的家里面 社导岛那边走路走半个多小时 到学校来 哇真的太惊人了 所以这些故事也是让我们的小朋友知道说 原来我们学校的历史 跟我们有一个这么康健的老校友 第一届哦 所以我们非常感动 在交流活动中大学姐鼓励学弟妹们用功读书 成为国家未来的优秀人才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